九魂藤香,吐泥茶,要你关注,香港卫视,当边西边。 五月惊奇战果阵,仗尽天涯齐菊臣,天意蒙虎斗群兽,独挑大业天为城,九韵藤香天选大城。 近期,美国三号人物南希·佩洛西在中国台海扔下无形核弹后,按照原定计划结束了亚太行。 在此次窜台事件中,有三个重点人物值得关注,佩洛西、蔡英文和刘德英。 本期东边西边将通过聚焦三个关键当事人进一步梳理佩洛西窜台后的各方博弈。 但是美国,不要小瞧,它绝不会善罢甘休。 接下来,它绝对会有一系列的,按照我们的说法,反制措施。 那么现在据说,美国的参议院正在讨论一个叫做《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 这个政策法案如果一旦通过,有可能讲说有可能会在9月份的时候众议院的会议上讨论投票这个事情。 这个政策法案一旦通过,除了说,除了传出来的消息可能会给台湾45亿美金的所谓的安全援助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把台湾视为了非北约的重要盟友。 我们知道北约是一个特定区域,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组织。 那么如果把台湾作为一个非北约的特定盟友的话,就等同于什么呢? 等同于现在的乌克兰。 我美国、欧盟就会名正言顺,有律可依的给他提供所谓的军事援助。 这一点实际上在前些天佩洛西串访之前,德国方面就已经传出这方面的信心了。 就是你可,中国大陆你可不要冲动啊。 你冲动的话,如果说所谓的按照他们的逻辑是你们单方面改变了台海现状的话, 德国将会向台湾提供什么样的援助? 德国外长说的。 德国外长讲的。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如果一旦这个2022台湾政策法案通过的话,参议院通过的话,将会接下来会面临到一系列更加严峻的挑战。 说实在的,台湾这个地方,台海这个地方,接下来从此将会步入到一个完全就是中美两国大国博弈的一个最集中的焦点。 台湾岛就在中国大陆的东南,最窄处就160几海里,就是平潭到新竹,这种的地方,你再怎么跑,你外,美西方再怎么想把这个地方,怎么把它孤立起来,怎么把它拿走,它是拿不掉的。 它背靠的就是中国大陆,我想什么时候拿它,就什么时候拿它,就看我想不想拿,实际成不成熟,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到最后,我相信走到最后,早晚得撕破脸,就是说,真是到了,可能真就是中美要剑拔弩张的时候,但是这个大势,统一台湾的这个大势,这个是不可逆的。 此次佩洛西窜台的挑衅意味鲜明,蔡英文却偏要开门一道,那么,将自身陷于两个超级大国,对质前沿险尽的台湾当局,究竟在拿什么算盘呢?欢迎继续收看。 他自己政治上他有诉求,他的诉求是缩小版的佩洛西的诉求,也就是他想在这个历史上写上一笔, 他作为一位台湾的女性的这么一个省长,然后他干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所以他就是政治人物的,对自己的一种人设,他要达到自己的所谓的梦想。 对,有说一种感觉,就是不一定是真的想要改变现状,而是想要显得很强硬。 他真的是要改变,他真的是要改变,但是他改变不了,因为从漫长的历史环境去看,凡是这么干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他以为其实这次他是买不舒服的,为啥呢?你看他以前任何人跑过去,他都笑得跟花似的,是吧? 但是你看这次他很凝重的,看照片,他的合影里面那个眼神等等,很凝重,说明他压力很大,压力大的原因是他发现,完了,事搞大发了。 他发现我们中国迈出了一大步,竟然崴岛了,台湾这是个岛啊,我把你一崴,你就生不如死,我不用揍你,我揍你干啥? 有一个评论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带了个坏孩子回家,然后把家里面搞得乱七八糟的,那你是打这个坏孩子呢,还是打自家孩子呢? 当然是那个孩子走的时候打自家孩子,就是这么个道理,就我们的逻辑很简单的,所以蔡英文他其实是吃不了,兜着走了现在,没办法。 好,我们也看到一个点,就是说佩洛西从美国带来的,这也并不多了,他出身在那边,然后获得了一个感觉。 台湾的媒体这么贫动呢,也很形象,说佩洛西来台湾,没有下一个蛋,但是拉了一堆鸡屎,还要台湾人自己去把它打撒掉。 对,李老师,你怎么看这个? 民进党当局,四年当中给佩洛西送了大概317万美金。 3171万美金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他作为众议院的议长,在众议院里面推动有关的对台法案。 那么实际上,咱们也可以看起来,这个我手头上没有具体明确的数据,反正凭咱们的感觉,这些年佩洛西,就是美国国会方面,涉台的议题,或者说法案,没消停过。 是的,甚至就是说,蔡英文当局送给佩洛西的这种所谓的政治现金,这三百多万,每年差不多八十万美金。 美国新化的原来就是有偿的植入。 对,就是说,我每年给你送这么多钱,让你帮助所谓的台湾怎么样,怎么样,确定台湾的地位,美台所谓的联合合作这种的。 那么,哎,你还真帮忙,蔡英文她也知道,佩洛西是不是今年秋天她就告老还乡了。 但是,这个就是说,这就是政治现金是什么,这个钱不是给佩洛西个人的,我是给你所在的这个民主党,这个国会当中的民主党,给你的这个政党的政治现金。 所以,不能因为说,你感觉到我这个老太婆今年秋天要退了,你就不搭理我了。 这个对她今后的在美国国会当中推动所谓相关与台湾有关的这种法案,实际上是不利的。 这个也是有她这种一以贯之的这几年的政治逻辑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从蔡英文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佩洛西坚持要来,不能讲她,求之不得,甚至说乐见其来,乐见其来。 就是,虽然有人说这个时机不好,但是你竟然要求来了,那我当然欢迎了,为什么呢? 就证明我们之前的这些所有的这种的勾连是有成果的。 还算是一个贵客。 当然了,而且等于是为蔡英文被美国这样的一个三号人物来见蔡英文。 这个是蔡英文说白了,在她的政治生涯当中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在分析这次佩洛西串访的理由的时候,曾经给她罗列了一个就是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 实际上台湾也面临到所谓九和一选举,就是县市长的选举。 那么你比如讲,作为台湾省,标志性的一个地区,台北市。 台北市的市长选举,现在实际上也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程度。 蔡英文的所谓的民进党选出来的候选人是咱们最清楚的陈时中。 就是台湾所谓的这种防疫大员,陈时中。 代表国民党的是蒋介石的后人。 虽然民进党当局这几年长期把持着所谓台湾岛的这种的政局。 但是台北市它长期以来它是旁落的。 所以这一次能不能够把台北市长由陈时中,由民进党的代表陈时中拿下来, 是蔡英文或者说民进党在短时间内的一个最关注的一个所谓的政绩。 那么这样,要抱美国的大腿,让美国人来背书, 来给台湾提供更多所谓的这种抗中的这种的保障, 来等于给陈时中这样的一个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背书站台。 这个是他近期的一个考量。 除了台北市之外,还有别的事呢? 你万一别的视线被所谓的蓝营国民党拿走了, 这对于你蔡英文两年之后, 他的所谓的这种领导人的选举的话,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说白了,民主不能不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得分在什么地方, 得分什么形式的民主。 你像如果说单独以这种民主来考量他所谓的这种治理地区的能力和他的国际事业, 以及一个作为政治人物的政治智商来讲的话, 那这种民主太可怕了,太愚蠢了。 都知道在过两年,就是2024年的时候是下一次的一个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那么有可能会换掉,有可能不会换了,我们还不知道了。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你们认为现在这个团队会留下什么样的一个台湾? 还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那么我们台湾真的会被乌克兰化吗? 其实台湾和乌克兰的这个对比是不恰当。 因为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所以这种对比是不合适的。 那么台湾呢,就是他在两年后,还有没有选举的机会都不好输。 因为从现在的整个的局势来看,不确定因素太多,不确定因素太多。 但是这个不确定因素,因为你还是一国两制。 你不管是合同还是武统,但一国两制的国策是不会变的。 所以到那个时候,民进党即便要参与选举,估计也没信。 因为你整个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佩洛西他串访台湾之后, 他其实整个的中美关系和台湾海峡的态势,完全发生了制度改变。 这种改变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围岛会成为常态化。 你一跳,我就可以围你。 因为制空权、制海权,这次拿过来了。 不是下一次政治人物来串访的时候,还是随时围? 你还可以去,没关系,去完我再围,我继续演练。 然后我这次空几三天,一下子空几七天,十五天,你连燃气都没有了。 空几一个月,你电子都停了。 所以这次只是轻轻地打两下屁股,连屁股都没打。 就是哼的两身,他都在抖。 因为你不管我们的实力怎么样,但是对付一个台湾省,那是付付有余的。 我们只是在考虑整个的代价,整体的系统化的代价。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这个是我们毕竟14亿人,他不是说我们光盯着2300万台湾同胞。 所以在这么一个前提下,我对民进党的未来,对蔡英文团队的未来,我都是抱十分消解的态度的。 说完了,他们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还被定。 在美国芯片法案通过的大背景下,佩洛西会晤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中美科技交锋日渐加剧,台积电陷入前后夹击。 对于台积电来说,选边站真的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吗?欢迎继续收看。 台积电没有选边,台积电本身就屁股坐在美国那边。 为什么呢?这个和科技发展的魅力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说它生产了90%以上的高端的芯片,全球的。 美国的高端芯片的依存度也超过90%,台积电这边。 所以它是命运工作体。 那么在美国对整个中国发起科技战争,贸易战,围剪芯片战争。 尤其是很金融的来降为大经营的时候。 实际上台积电就成了其中很关键的一个武器。 这个武器从开始就不掌握在我们手上。 从开始它就是在现代高科技用语下长大的一个武器。 它不是我们的。 但是在贸易上,在我们的科技的产品的依赖度上,那是以一代权。 可是这种以一代权是贸易关系。 是买卖关系。 赚钱和不赚钱的一个关系。 但是不是从属关系。 它的从属关系是它肯定是从属于整个美国的科技体系的。 那么基于这个,美国它从特朗普起,就说让芯片制造企业去回流到美国去, 重塑制造业。 已经是到拜登上,它更是加速了。 它的这个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只是总经历化。 在这么一个前提下,其实他们的芯片法案是在推动这个政策延续的其中的一个步骤。 所以佩洛西以他的这个串访见刘德英, 包括之前的这个台积电的老董事长说, 耻笑说中国大陆我就是把什么都改它, 它也制造出来高端芯片等等这些,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人家不是说穿一条裤子, 人家在这方面是完全是一体的。 那基于这个,再回到刘德英的发言, 他说中国大陆不敢动台积电, 不然的话世界会面临毁灭性的这个状况。 他把自己的一个企业看得太酷了, 这就是没有政治智慧。 你不要是你一个台积电, 台湾倒一个倒, 你如果在大国博弈的过程里面, 你要冲在前面做炮灰, 那就可能真的成炮灰了。 何况你去去这个企业。 我用的差一点, 用的稍微慢一点, 我死不了。 但是台湾如果说被折腾的成了别人的儿子, 别人家孩子, 那对我是齐齿大辱, 那是我民族大业。 所以他不懂政治, 胡扯, 就是这样的人就做生意去行啦。 但是你要参考到这个里面来, 如果说激化起来, 谁重要先弄人啊? 这很简单的道理嘛, 是吧? OK, 这样说了好像, 你又说他是高估了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一个重要性, 但又说他这个重要道一定要控制了。 不是, 他既然重要道我们就控制就完成了, 但他完全没有上升了, 就是你一个企业, 怎么可能影响到国家这些的博弈呢? 好的, 李老师怎么看这个? 就是说, 第三战, 第四战, 实际上是他的最重点的地方。 如果这次韩国的主要的政要, 不管是总统还是外长, 还是什么人, 见了佩洛西, 佩洛西势必拉三星构建所谓的芯片联盟的问题。 刚才实际上孙老师那句话没有说, 实际上意思已经是这样了, 就是台积电已经是美国构建的芯片联盟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现在三星怎么样? 因为什么? 全球高端芯片当中78%是台积电生产的, 12%是三星的, 中国只占了1%, 但是不要小瞧这1%, 这是在这两大家占了90%之外, 我们实际上是占了10%, 这个1%很有玄机, 恰恰就因为这1%, 佩洛西, 拜登, 甚至说美国, 甚至说所谓美西方的联盟, 才要这么看重这个芯片法案, 构建这样的芯片联盟。 韩国人聪明在哪, 就是你是一个议长, 你跟我谈什么企业的事情。 我企业的这就是说时代的, 我尹锡悦就跟拜登谈, 两国总统这是对等的, 谈就成了。 那么我跟你老太婆, 你一个议长三号人物谈完之后, 我以后跟拜登怎么谈? 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人与人打交道的一个起码的逻辑, 起码的伦理。 换回来讲, 就是说台积电这个事情。 它实际上, 它的屁股早已经坐过去了, 就是不存在站不站队。 它本身就是构建对芯片联盟对华包围的最重要的一环。 但是, 为什么这次导致这个刘德因讲这种话? 实际上, 咱们用一个就类似于这种走夜路的人吹口哨, 自己撞胆。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不要小瞧世界高端芯片的中国只占了1%, 这个1%是现在1%, 甚至说是不是这个真实的1%有待考证。 但是这个是已经得到了美国权威部门一致认可的, 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中芯国际, 已经在没有荷兰那个高端光刻机的情况下, 被美国这么封锁的情况下, 已经制成了7纳米的芯片。 这了不起的成果。 这是我们一年前想不到的。 就是你从特朗普年代开始, 对中国在这种芯片产业方面的围堵, 围堵的后果就是什么? 说白了, 中国人这方面, 你不服真不行。 什么叫发愤图强, 自力更生。 再加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以及举全国之力的扶持。 还有勤劳。 对,勤劳。 就是说, 中国人现在已经做到了7纳米。 用一种特殊工艺, 我不用你荷兰的这种高端光耗机, 我就达到了7纳米。 虽然我的成本可能相对来讲高, 但是我这7纳米的芯片, 我不是销往世界各地的。 我是用作我自己高端的产品当中使用的。 因为你们都不像我出口了, 我买不到这种芯片。 怎么办呢? 我自己生产, 我成本高一点, 高一点都没关系。 但是这种东西, 假以时日, 三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你看中国的芯片产业, 还会给台积电留有余地吗? 现在台积电10%的产品是销往中国大陆。 今后中国大陆可能1%都用不到你的。 所以台积电它也有一种, 咱们在商严商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商业角度上来讲的话, 它已经感觉到中国大陆的这种后发之势了不得。 所以我希望我也得抱大腿。 不单是保护你美国的国家利益, 同时也是保护台积电这个企业的利益。 这里边的东西, 一掘屁股就知道他要拉上市。 所以这种东西, 咱们看一听, 听一听, 笑一笑。 你的这种政治智慧也就不过如此。 因为你做一个台积电, 虽然你是现在业内的翘主, 但是你假以时日, 你跟中国大陆举国之力来拼, 鸡蛋捧石头。 我用一句, 前些天华春莹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这番, 其中的一句话就是,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 什么没见过? 说白了。 就是说你这一个台积电, 这样一个暂时在之前, 暂时卡中国脖子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的一环, 在现在的中国看来, 已经微不足道。 是的。 真是这样。 咱们假以时日, 如果说白了, 我估计蔡英文做不了几年, 我希望咱们东边西边这个节目, 咱们一直做下去。 五年八年之后, 咱们回来再聊, 再聊这个话别话, 看看那个时候, 中国的芯片也是一种什么状况。 跟随很多体调行业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本土化, 就变成特别强大的竞争。 我举例子, 像我的老家, 我上高中的时候, 还没通电, 他能够通电, 他能够通高铁。 甘肃, 很穷的县城, 国家倒数第二个穷的县城, 通外县。 然后他会通网络。 有四季的时候, 我们就通网络。 我们以前有个友神电话, 那都是做梦的事情。 这种发展过来的一个国家, 你要用这种雕虫小机去把它掐着, 或者像台积电, 他根本就学下近现代史, 他就知道, 白狗要把你供起来, 是来烧你的, 不是来给你烧香的, 你自己把你自己当神, 那你是, 就成了神经病。 在整个政治, 在政治范畴的一边, 企业你就不要玩火, 你不管, 尤其是在这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 这一百年死掉的企业, 比台阶电伟大的有多少, 是吧, 再一个他会更新换大。 。 sirna can 寂寝 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 适应了人 还要适应路 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 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想之情 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 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 留下的故事 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 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 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 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鱼海 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 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合作 防止和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蔡嘉林香港报道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关爽北京报道 热灵军千个报道 陈千里上海报道 厉害日本东京报道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 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次对于越南的访问 中国国院总理李克强 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李克强表示 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 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市早新闻 欢迎收看港市早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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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视纷杂的文化现象 节是内在运行规律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 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 文化超胜 几大风云 影响世界 360度全媒体 近在香港卫视